我 哈囉大家好請 那麼今天就按下我們的 隨便聊隨便打環節啦好不好 那今天五點半的時候 我們拿到了我們這邊的這個新娘貓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就來玩玩看我們這隻 新娘貓 我們來看一下喔 先去針對一下他可以上場的這個部分啦 不然每次都當這個負面行銷的這個 呃這個貓貓的這個帶人好像也不是說 那麼的挺好 還是讓他們 舒舒服服一點點盡量啦 我記得他好像看到有打這個 什麼超獸的這個環節對不對 然後先打到先找到我們那個 新娘貓環節 這一次算蠻爽的 10個這個聖水就直接抽到這個N205的蛋了 然後我們這邊累積的超出這個獸石 直接就把他升級起來 來了這邊是新娘貓 那他的這個特效是不死跟惡魔的這個超獸種 不死跟惡魔的超獸種有誰啊 但是他這邊也有這個進化能力啦 所以我們就直接讓他 跟我們的這個不死部隊一起 走起看看好了 我看一下 你哪邊是有這個不死環節 欸等一下 有極餓家族大亂鬥唷 看到了唷 各位 那今天先來打這個好不好 觀眾都說我有錯過一些東西 那就是極餓的這個環節吧對不對 來了惡逆武道 無敵困難各位 終於被我們抓到了好不好 各位各位觀眾 我看到啦我看到啦好不好 完全沒問題我想一下喔 這邊的話我應該是攝影師貓貓換成 看看五貓 然後這樣子先走起看看好了 這是我們比較舒服的一套隊伍 然後天使炮換成一般的這個炮 來啦被我們抓到啦各位 極餓系列啊 這個是假日的時候會出現的東西是不是 感覺超難喔 我有看到觀眾留言說這個關卡可能會卡折平 就是硬眼還是什麽 喔他們全部都是惡魔族耶 喔 他們是惡魔族系列的這個角色全部 哇真的是全都錄耶 全部都在這裏面喔 唉唷 那看來相當combo喔 確實這樣 確實相當combo 唉唷 我們這邊如果沒有什麽角色 能夠對抗這個腿貓他們的話 可能就完蛋了唷 可能要先叫一隻佛羅出來了 你們怎麼看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叫一隻 喔有錢了有錢了 先叫一隻佛羅喔 然後就繼續走起了 然後這邊來一個風神溫地吧 喔 完了 這個裂波刷死人 然後這關的Wonder App比較麻煩 又是這個吧 就是我不知道他們後面還會出誰耶 但是前面這幾隻 我們算是都打掉了 還算是可以 無敵困難耶 這關卡名字叫做無敵困難耶 超好笑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強貓來了 然後強貓來了 然後佛羅這邊走起 哇這全部都是惡魔族的系列 感覺如果待會打不贏的話 應該要那個 要叫那個打惡魔族的這個角色出來了 八戒他們喔 喔有了 哇他們就是 會在一直出耶 然後出了之後還加一隻這個強貓耶 HOMG 沒關係我覺得我們這邊只要就是 來不夠他們都還活著 我們就有機會了 有 哇這個倒貓真的是 一直裂波一直爽耶 對啊 一直裂波一直爽 噢 佛羅這邊是OK的 佛羅跟那個伊斜納奇吧 反正要先把一些抗那個 裂波的角色給他放上來 應該是還行的 嗯 所以這個關卡不知道是假日的時候出現 還是就是那個耶 因為我記得好像有看到說什麽 每一個月會出一次是不是 極惡家族啊 就是這個 招洗腦的這個系列這個全部是不是 對啊他們看起來像是那個 招洗腦系列的這個貓咪啊 好恐怖唷 那安捏 哎呦完了 白窩掛了各位 那看來這個得要叫一些那個 惡魔族系列的這個角色來登場一下 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 哦 先等他把這個裂波開完 風神溫帝 有沒有機會幫忙炸一波 哦 有哦 不愧是溫帝哦 然後我們待會就是那個 5200塊在一個那個白窩狗走起 來了來了 轟巴拉布 哦 來了 我們的白窩狗 哎呦 感覺這關應該就是要那個 因為他們只要被打死 他們會一直出你知道嗎 然後最麻煩就是那個 裂波腿貓了 一直搞一直搞 哦哦哦哦哦 控他歪歪啦各位 對啊然後倒貓 倒貓這邊死掉也會給那個 也會給那個裂波 這根本就是裂波的世界 而且怎麼感覺 蛤 他們越出越多隻了呀各位 Holy 蝎 越多越多隻了呀 完蛋了呀 完蛋了呀 真的耶 確實是頂難的 但是我覺得好像 還沒有到就是那種就是 完全很有壓力的那種 但我沒說好了 他只要一直出其實我們就是慢性死亡 其實我反而是最不喜歡這種系列關卡 因為 這樣看起來好像打贏對不對 但實際上其實你差很多 那就會超級無敵麻煩的哦 就是你原本以為你ok 但是其實你不ok 看69%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要放一些能夠打這個 惡魔族系列以及角色力哦 好不好 來惡魔的 然後 比較大隻的吧 那八戒要去撐場 那個風聲溫地可以下來了 八戒撐個場 哎呦這個 好不好 支田信長應該也要過去一下 然後 大仙女弟弟弄一下好了 然後 哎呦 阿基拉是不是也可以啊 完蛋怎麼感覺好像很多隻都可以啊 阿基拉我看一下上一下好了好不好 然後 還有誰 這邊 伊邪納奇 好像也可以 反正要先用一些能夠抗力撲的吧對不對 好那就先 伊邪納奇看看好了 那白無夠親一下我們先 逛逛這樣的這個隊伍試試看好不好 惡逆武道 惡逆武道 無敵困難 無敵困難這個詞真的好笑 好沒問題 然後這個時候就先 存點馬尼馬尼 先看看他們是不是都有抗烈波 好先來一個信長 再一個伊邪納奇 擺脫了 哦 哦哦哦哦哦 好像有感覺哦 阿基拉衝啊 有欸我感覺我們好像打快一點好像就 就就可以了呦 對我們要打快一點 哦 哦 哦 難道 難道真的可以嗎 哦 哇靠 伊仙納奇爆了 我以為伊仙納奇他不是有抗那個嗎 哦他是抗波動 oh my god 他是抗波動的 但是阿基拉這邊好像還行哦 完了 看來是不行 阿基拉 你們看 哇靠 阿基拉根本勇者啊 而且他們這邊都會反烈波的耶 超恐怖 所以其實那個誰啊 大嫻與莉莉應該也是沒辦法的 他們都會反烈波啊 Holy 蝎 哎呦 但這關感覺是震滴恐怖了唷 可能大嫻與莉莉也沒有辦法了唷 超級反烈波耶 剛剛那個阿佳一捅下去直接反三個耶 太神了吧 然後這關還有比較麻煩就是那個 黑色的這個 黑色的超獸種啊各位 撐住撐住 我們能贏 哦你看 直接回忌啦各位 哎呦 對又直接回 直接大火烤耶 夭壽喔 超級火烤耶各位 回忌 哇 死掉就會噴這個烈波是真的很誇張 好 我覺得目前來說就是努力的先把那個 蕎貓給弄死 還是有點小機會的感覺 媽 爸 阿吉拉 衝啊 價值連城 桶 哇 這個都只會 都會一直反耶 哎 這正機很恐怖唷 看來正機會卡死唷 哎呦 信長 哎 他們會越出越多隻耶各位 對啊 他們會越出越多隻耶 大神與莉莉看來這邊的這個大傷害沒辦法直接把他們秒掉 沒辦法秒的話我們這邊的這個 獵坡又會讓他們重新燒到我們身上 那就很慘 哎呦 看來真的是個難關喔 無敵困難不是叫假的阿各位 哎呦 但是我們終於遇到了這個關卡了 我們知道 我們要卡一輩子啦各位 啊 恐怖阿 真不愧是 無敵 困難 by bwd6